選錢之夜的一些活動 其實都在網路上申請的 這才公開透明 沒有想到出現一個混亂的場面 柯文則搶到了選錢之夜的 凱盜路權 但是通常你搶到這個路權 你要前一天要有前置作業 他沒有這個時間 只一天怎麼辦呢 能夠辦得成嗎 前三天是民進黨拿走的 然後這個再加上 拿到凱盜路權之後 民進黨黨部主委就說 你沒有那個腳趁要吃那個食物 一說凱盜路權前面要多少人 那柯文則能夠有多少人 所以但是這樣一講柯粉怒了 結果柯粉就怎麼樣 開票那一天拿下了 民進黨進總前面的那條路 他講你是怎麼來亂的 好 那麼國民黨 就一直沒有拿到跟凱盜相關 所以就暗嘆說沒有網軍 網軍頭也拿去刮 你真好 對 我是交寶了 剛交寶了 交寶了 可能還在回神 還沒恢復元氣 柯文則說太過分了 我們是派義勇軍 就把國民黨幹掉了 國民黨的職業網軍 比民眾黨的網路 義勇軍表現還要差 花錢搞一堆網軍 結果我們兩三個就處理好了 所以現在又是一陣大亂鬥的樣子 那開票業的這個總部路權被搶走 就是民進黨黨部前面 那個北平東路那一塊 現在要怎麼辦 而且你柯粉 你真的把這個路權拿走了 敢說你要在這裡開票嗎 那到時候警察應該要去的 比民眾還要多對不對 碰碰我們不要參與 碰碰我們只是說 社會公論 我們就在鏡總開票 鏡總開票是不是 很多民進黨的制者去那邊 到時候會跟柯文則的制者 形成什麼樣的狀況 來試探嗎 真的是義勇軍 就打敗了國民黨的職業網軍嗎 畢竟國民黨的網軍 剛被放出來四十萬交寶 那可是他電腦應該還是被沒收的 一千多個帳號拿不回來 所以可能沒辦法去搶 對啊我記得我有看新聞說 那個國民黨是派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去網咖搶是不是 他們也派了很多人去網咖 對就跑去網咖 對那民眾黨就是什麼不多 就是他們的網路義勇軍最多了 所以他們網路義勇軍多 確實就是搶贏了 國民黨民進黨搶不到 他們全部搶走了 所以這一點真的好幫忙 畢竟民眾黨這次除了 除了他們義勇軍之外 你看他們還有公關行銷的老闆 西洋公關公司的老闆 對不對 都可以幫忙搶 有沒有 這次真的搶到了 好 那雖然說搶到凱盜 但是我們知道 凱盜這個地點 其實因為太常辦活動了 所以比較資深比較專業的人 一看那個凱盜的人潮 就知道可以算出現場有多少人 因為我們常去啊 所以像我這個是每次辦活動 我都會拿出來的 都可以拿出來比較的 就是我們看人潮滿到哪裡 就可以知道說他人有多少 那凱盜他只要人潮滿到 警服門有圍起來 就是三萬人 那有滿到就是五邊的那個 斑馬縣都有人 就大概是五萬人 那滿到那個捷運站那邊的話 就大概是七萬人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 很專業喔 那我們看一下 那一萬人大概是什麼 就是滿到凱盜前面 第一個斑馬線這樣 你有沒有摔輸銀底下的人 有沒有 官長講的 不好意思 我沒摔輸銀 沒辦法 你輸銀底下 你躲在裡面沒有出來 讓人家看到 我就當作你沒來 好不好 來看一下七一六遊戲 躲輸銀裡面 對不對 我都走到太陽底下 你躲在輸銀底下 那我當然不點 點名的時候你沒到 就當你沒來啊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大概就一萬人 七一六遊戲那個時候 喊了半年 從去年十二月 一直喊到今年七一六半了嘛 那人數就大概是一萬多 那這次民眾黨 有沒有辦法塞滿 不要說塞滿 我們說拍照好看 最少最少就是要把警服門圍滿嘛 警服門圍滿就是基本三萬人 所以你現在替柯P煩惱對不對 對我很煩惱 你拿得到凱道前面的路權 如果稀稀落落不是假老鬼 因為我很怕那個 不是 因為我很擔心就是 就是選錢之夜嘛 但是拍出來人數也是這樣 然後造成氣寶 那大家 氣寶 對造成氣寶 要是那些人就覺得說 你柯文哲就只能造出這些人 然後氣寶 然後隔天跑去逃國民黨 那那個賴清德就輸了 所以我很擔心 我希望他人多一點出來好不好 真的太少會造成氣寶效應的 來 方倫 我要補充一個 我誠摯建議民進黨 把前三天路權也借給柯文哲 不要說沒給你時間搭棚子 不要說沒時間給你搭舞台 讓你搭好搭滿 請你把人擠好擠滿 這一句話送給民進黨 這主意不錯 對啊 那你們是不是想要坐等氣寶 坐收餘力 應該 我說了 期待大家都出來嘛 對不對 年華你觀察這個選舉這麼久了 其實選錢之夜的氣 這次是很關鍵的 對 沒錯 他們拿到凱盜 前一天對他們是服飾貨 其實選總統 不是說選錢之夜 在凱盜辦那一組就一定會贏 也未必 但是我覺得 前一段來講 柯文哲說 他這十年來改變了台灣的政治文化 我用他們去借民進黨北平東路 開票那天的入選 我來講 過去我們常看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邊常常會有很多的競爭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相信創下應該也沒看過 就是民進黨去把 難道民進黨不知道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哪裡嗎 知道嗎 民進黨會不會去幹這種事 把投票當天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入選租下來 不會 同樣國民黨也不會幹這種事 就投票當天我把民進黨的競選總部前面入選租下來 不會因為大家彼此雖然競爭很激烈 可是基本的遊戲規則 也就是說還有下線 柯文哲是完全沒有下線 你去租一月十三號北平東路路權 請問有意義嗎 對 你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知道他原本的盤算是什麼 一樣要升量 如果這個時候潘孟安去跟媒體記者講說 那我們來跟柯文哲協商一下 我跟你講柯文哲屁股就照上半天高了 你看吧來求我了吧 柯文哲很聰明 不理他 我們照開票人多自然異出就異出 我們沒辦法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 那人多異出那就警察要想辦法 那講話要去傷老金 那台北市長 就你去借北平東路 前面一月十三號路權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你真的要在那邊搭舞臺嗎 這種行為幼稚 真的非常幼稚 你去做那種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只是嘴巴上一時爽而已 那你好你借到凱道我恭喜你啦 借到凱道離總統府最近OK啦 活動好好辦 對那其實你也不要去怪民進黨 因為你雖然租到一月十二號 但是九到十一是民進黨租到的 我跟你講現在搭舞臺速度都很快 你晚上要辦活動 假設你活動晚上六點鐘開始 你從其實十二號中午開始搭 絕對來得及 現在大舞臺都很專業 速度都非常厲害 你們一組的都賣看他的電話 時間夠的好好辦 甚至他開一個五台車嘛 就有那種五台車一開來 打開就可以講了嘛 不 凱道那個太寒酸了 擺三台好不好 擺三台 擺的一條對不對 三台一台 五台五台 看完只要這邊講 完這邊再講 兩邊跳 整理一下雙方的說法 吳馨穎說外交部不給力 安排好的行程 為什麼進不去 處處碰壁 外交部說 你就參選了 你又改掉去 高調開去這回 所以引起中國的施壓 他說我沒有開記者會 是被記者賭麥 這不一樣 OK 所以吳馨穎幫忙直接說 你是外交部怎麼變成 黨同法裔的政治工具 你不給力 安排好的行程我們進不去 你看我們立委去了 沒面子就觸碰壁 沒力就沒力 為什麼要黨同法裔 說我們太高調 然後呢 柯文怎麼跟著加碼了 民進黨每天抗中保台 到國外右邊歸孫子 到底這樣有得力 我其實可以在這裡 把過程還原給 讓大家知道 其實外交部當然排 這個每年聯合國大會下的 Corp 28 這其實是每年都會去的行程 其實每年都會排 所謂的國會世導團 這是每年都會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 那每年都碰壁嗎 當然沒有啊 每年都不碰壁 我講一個事情很簡單 我先讓大家先建立一個認知 其實因為這一個大會是在 聯合國UN的機制之下 我們的參與本來就很困難 大家記不記得像每年這個WHO 其實我們每年的參與都花很多力氣 其實在外面抗議各種方式 其實都還是很難進去 在聯合國的氣候變成大會上面 過去一段時間 幾年來累積了一個 其實跟民間合作的 可以參與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夠把台灣的聲音 跟台灣的貢獻 在這樣子的一個國際場合裡面 表達出來 但其實這一次當然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數 什麼變數 就是在出訪 出去前 吳欣營變成是了這個民眾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這當然是原本這個行程規劃之前 沒有辦法料到的事情 那我先打菜一下 所以過去往年都是順利的 是 安排好的行程 都可以照既定行程走的 是 OK 過去的模式就是 所以當時外交部是給力的 因為我又不是只去 我不是只去這一年 我之前都去過 之前能夠進去 能夠參與的方式 我非常非常清楚 都是可以參與的方式 但這一年 其實外交部在行前 就提醒過吳委員 說因為你現在的身分 是更政治性的敏感 這可能會引起更高的 這個中國來打壓的風險 你可以想像 中國怎麼可能讓我們的副總統候選人 在這些最敏感的區域裡面爬爬道 其實臺灣的外交處境 我說實話 這不是藍綠的問題 國民黨也執政過 馬英九也執政過 其實在參與這個會議上面 就是相對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這就是事實 這跟藍綠無關 我只想講一個事情 其實確實在四個黨團的代表的立委去 我們有部分的場館再進去受阻 其實說實話 我們一開始在想到的時候 當然大家知道心理原因是 當然是因為吳委員這個狀況 其實是帶來最大的風險 可是我們不想要去歸咎給吳委員 所以我們從回來以後 我們自己也不想 我們回來以後 也沒有對這事情有任何的怨言 因為很簡單 其實是誰打壓我們 是中共打壓我們 我今天為什麼要變成內部指責呢 我們其實應該一致對外 這不用黨派的問題 我今天就算是因為吳委員 我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共 我們還是要面對中共 其實大家的心態都是這樣 結果沒想到昨天 他在立法院的委員會裡面 自己居然把這事情 炮口對向外交部 我說實話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事情 因為外交部在我們遇到這個狀況 在國外在杜拜遇到這狀況的時候 他們其實花了很多力氣 想要用各種方法來去協助 來去嘗試 這些事情 我們參與的為我們都歷歷在目 今天大家已經不想要去把這個問題 歸咎給特定的委員 結果你居然還來炮口對內 甚至國民的 甚至今天柯文哲還把他拿來說 你什麼什麼歸孫子 我認為這太遏止了 這太遏止了 其實大家對於說 該一致對外的事情 該團結對外的事情 我們不要分黨內 不要黨內外 不要變成是政黨攻擊的工具 結果你今天居然拿來這樣幹 我都不能接受 洪偉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 比如說去年同樣拿一個場合 你們就拿著名牌換證 就直接進去 然後今年是什麼樣的狀況 跟我們國人講一下 其實原本我們就是用這個方式 我們會有一些參與的方式去做申請 那申請到了以後 其實比方說我在英國 在兩年前在英國 即便是疫情期間 我們也是順利進入到場館裡 那一年那個國民黨的洪孟凱委員 也跟我其實一起進去的 其實同樣的 我們都是用同樣的模式 就可以進入到這個裡面的 幾乎所有的場館 但對不起 這一次是在某些場館的申請的 這個申請入場證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大會是有給我們許可證的 可是我們要去換入場證的時候 就被突襲的阻擋了 昨天吳欣寅說 我們能不能開大門走大陸進去 對不起 這就是UN下的會議 這是聯合國下的會議 請問 對不起 在這個 我們的這個外交的處境 大家都清楚 難道你是要建立一個台灣共和國嗎 就是我就說 我說難道柯文則是要宣佈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非常荒唐 而且對外交認識非常幼稚的發言 所以吳欣寅後來並沒有全程 他沒有開完 他先提前先走了 他去美國幹嘛 我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大家要確定1月1號 可不可以副總統辯論找不到 他是在美國的飛機上嗎 我們沒有 一下子到說副總統現在失聯了 怎麼辦 我沒有去追問吳委員 他到底私人行程去美國做什麼 這事情是他的私人隱私 我沒有去追問